6547 新增个案是男性72岁 平时居住于古坑乡的麻园村 5月16号他的前妻6645 由新北市三重区返回古坑乡同住 5月16号返回时尚未确诊 案6547于5月22日 开始有胸闷发烧咳嗽等不适的症状 5月24曾治诊所就诊 5月26因症状未缓解 由救护车载至本县的医院就医裁检 同日5月26日确诊 另外就是他的太太6645是他的太太 这是属于新北市的案例 但是现在也在我们云林县的医院就医 他女性70岁 平时也是居住于新北市的三重区 于市场淡卖水煎包 5月16号返回古坑乡麻园村 与前夫6547同住 5月17号开始有咳嗽 喉咙痒头痛等症状 5月18号至诊所就诊后症状缓解 5月26因为前夫确诊 那立即安排至本县的医院裁检 同日5月26日确诊 今天我们一案是属于本县的 那另外一例是属于外线市的